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群戏曲义工的幕后工程了 他学习中国戏曲已经有30年 差不多5年前 他和一群热爱唱戏曲的朋友 一起创办了热心剧团 免费教戏曲和大家分享戏曲的美 其实我所谓的教戏曲是把我所学的跟人家分享 那当然你说我是专业的非常专业 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一定的程度 那可是我愿意分享 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学最多 因为我现在所分享的都是比较有年龄的 不是还有小孩子还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戏曲的 那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说非常好 因为华族曲曲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宝来的 不应该给它流失 给我感觉是不应该流失 所以我希望能够推广出去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忙碌 像今天 聚集在恩典之家的年长人士就非常期待这场演出 除此之外 热心剧团每个月一两次都会到民众俱乐部 学校或者是养老院去免费表演 不只为发扬中国戏曲 也让一些爱听戏曲的年长人士享受一场文化盛宴 能一边表演乐曲 一边为老人家带来欢乐 让这群义工们感到很大的满足感 每次演完了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开心 因为看到老人都很开心 觉得很有意义 自己也会很开心 这群义工不只出力也出钱 许素贞说热心剧团目前几乎所有的开支 都是由演员们自己支付的 许素贞说她从小就被戏曲中美妙的词曲深深吸引 她目前虽然有工作 但是还是很热衷于把自己私人的时间 花在免费教戏和表演上面 而家人对她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力支持的 她和这一班中国戏曲义工这几年来 每个星期天都会到麦波生民众俱乐部 免费教有兴趣的小朋友唱戏曲 而最有意思的是班上有十来名学生 当中就包括八名马来小朋友 孩子们每个星期都会固定上一个小时的课 学习传统的乐剧以及黄梅调 他们有时候更是有机会到不同的民众俱乐部 在台上展现他们的才艺 徐素珍说教小孩学习是有一定的挑战 因为小孩好动不太专心 这很自然 所以他有时必须要软硬兼施 用最大的爱心耐心教导他们 他也会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来讲解剧情 让孩子们觉得有趣 从而专心学习 下个月孩子们也会和热心剧团一起 在来福士酒店举行售票的演出 这让徐素珍又兴奋又紧张 小孩子他们在台上表演来说 我比他们在台上还要紧张 因为是我带动他们去把这个东西学好的 就好像一个父母一样的道理 就是看到孩子的成长 看到孩子做得很好 还是在做任何东西的时候 都会比他们特别紧张 特别说他做得好不好 可是又不可以展现得紧张 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 所以必须要自己能够控制得到 可是当他们表演完 那种兴奋满足感是很开心的 所以才有这种情况 能够让我推我一直地往前走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晨光第一线》 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节目 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网页 或浏览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和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芝英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